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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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見到大家 有幾位已經很久沒有見的老朋友們 今天都出現了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議題 基本上是關係到語言霸權的問題 因為我們最近這些年來 大概在台灣有興趣的一種很特別的語言霸權 它還包括了標籤化這件事情 通常華人的傳統 我這個時候一定要特意用華人 稍微標籤比較活虎一點點 或者說中國人傳統有一個 特別顯出的事情很奇怪 西方人比較難以理解 就是中國人從來沒有 因為真理 搓箱架的概念打過仗 這應該是太咬不起來了 所以從來沒有發生過聖戰 也沒有發生過這一類什麼宗教戰爭 這件事情呢 跟我們今天會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呢 只要是在這一個文化裡面 不管你稱它為獎剛或什麼 我今天都要很小心的獎剛 不要簽化的物體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 也就是說不管 只要是掉進去華人的政治圈子裡面 就是有一種完全不管邏輯的現象 我們既不是很在意真理 我們對完全的邏輯衝突也過得很開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 剛才有一位是德國 美國 我想到 我想到 以前 我也有一個 德國海德堡的老師 他就是那個時候 大一的時候 他一直到說你是個 中國人的時候 他馬上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標籤的話 然後跑來跟我講說 中國人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名字 那一場很特別 然後我說 嗯 你想說什麼 他說呢 他說呢 因為呢 你們的哲學 跟我們西方人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說 最好的證明就是 大家可能在很多場合 都有聽說過的一個小故事 就是 有一個小和尚 跑去問了一個老和尚 就說 你說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是不是 然後老和尚說 對 你說的對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小和尚就跑過去問了 然後問了老和尚 然後講說 什麼什麼什麼 你說這樣是不是 然後老和尚就說 對 你說的對 第三個小和尚跑過去 跟老和尚講說 師父啊 那個剛剛第一個講的是這個樣子 第二個講的跟他相反 你兩個也都說 對 到底是什麼回事 老和尚就說 啊 你說的也對 對 這一類的事情呢 如果說我們叫做 華人的思想有那麼好貼標籤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那意味著 你可以說 那是因為政治非常的模糊 非常的高超 就是一種 那叫做我們很有智慧 可是反過來就是我們 沒有什麼邏輯 其實也 大概也沒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這個沒有邏輯的現象呢 在台灣 發生在 就是 它形成了一種很詭異的現象 就是 我們有很多人 比如說 同時希望國家 越多福利越好 然後呢 可是同時一定要減稅 這怎麼可能同時可以發生呢 但是呢 我們 人民也非常非常習慣 這樣子過下去 這一個完全不管邏輯 非常多虎的現象呢 再加上最近十年來 有一個更特別的現象出現 標籤化 我們用更簡單的標籤化 來取代的邏輯 什麼事情都只要叫做 你是 藍的 綠的 直接打成 頭的 毒的 那 這樣子的一個很簡單的二分法 二分法就取代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這個二分法 大家就是也過久了 也就很煩了 最近這幾年 我想一下這幾年的時間 變成了有一個 另外一種的很新的語言霸覺的出現 就是 我是中立的 我是中間十年 但是 藍、綠、統、服 基本上是一種二分法 藍、綠、統、服、二分法 在我們沒有邏輯的時代裡 因為這個二分法 讓我們可以過得 稍微有一個方向可以依循 可是這幾年下來 這個中間選領 也變成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照理說 看起來好像它是一個第三條路 但是呢 我不知道陳老師等一下會和他講 什麼是奇強派還是奇強派之外 另外一種 可是呢 這中間選領 其實 它背後也隱藏了另外一種二分法 它也是一個簡單的二分法 好像說 你們叫做有顏色的 我不管 如果那個叫做有顏色 那我們這個反正叫做沒有顏色 那我們就比較高尚一點點了 所以從早期的 簡單的藍、綠、二分 我們現在進化到 進化到另外一種政治休止的2.0版 就是 中間選領對象非體性的 也是中間選領 那 這很麻煩 因為其實呢 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的好 也很中間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 也為我們造成了很多的困擾 因為這些中間選領非常特別的地方 是在於 特定的議題他們會跳出來 然後怎麼選舉的時候 中間選領導師還是選同一個蛋 這是比較神奇的地方 那 但是呢 他們卻可以掌握另外一種的 道德式高點說 我們中立 我們理性 我們客觀 我們客觀 等等的 我想大家也熟悉這類語言 那 今天呢 陳老師就是要把分析這些事情給我們聽 那 陳老師我想 他也知道我們剛剛說的這種 那個邏輯模糊的這個問題 但他有一個策略 他慢慢會呈現的一個講法 就是他要讓這個原本模糊的邏輯 讓它更複雜化 以便符合我們 就喜歡 喜歡 這麼複雜的 這樣子的特性 也就是 等一下大家聽下來 大概可以隱約的發現 他會說 要對付這個標籤的話 最好的方法 乾脆連標籤都抽掉 但是抽掉之後會剩下什麼 那我們如何再面對這一些 就是 二分法的時候 不管是1.0版本的 或2.0版本的 二分法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策略 可以跟他們做對應 那我想這會是 今天陳老師講的主題 那他會由個人的經驗分享 來告訴我們 然後以及他大概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面對 在什麼標籤化的指控的時候 然後他會有什麼樣的 好的方式可以來做 那麼 我們今天也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 呃 我們可以 以後主持人可以 隨便幫我們講 也可以講的比較短一點 我們要去標籤化 讓哲午沒有那麼的 讓我們說 哲午一定是要一個 特別的方式做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連PPG也沒有啦 哈哈哈哈 就是一個自由對話的方式 所以如果有人 剛剛說什麼 來是因為要大師所望是吧 呃 沒有問題 呃 你會跟傳統的成本 之後的做法會有點故意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是 等一下如果 呃 有問題的話 然後 也非常歡迎大家能夠 呃 呃 就是 如果有忍不住的問題 真的是 呃 就是 沒辦法能陳老師講完的話 你也可以舉手 然後我們也可以有比較自由的交談 然後也可以有多一點時間 呃 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 呃 呃 呃 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呃 呃 陳老師 然後 呃 這個嚴謹的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大家不要緊張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 讓我有點擔心 因為其實 可能會 讓大家往這個方向期待 然後其實 沒有 我今天在confess 我今天來 我今天來告解的 告解 沒有沒有 我分享一些小故事啦 就是說 有時候不要談的那麼複雜 但是從一些小故事來談 然後我想今天 今年 我們講 那個文案裡面第一個 就講說 今年的 這一個代表是假 那 其實有一些事情 我們可能 會感動到我們 或者是讓我們 去行動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 我們感受到那些 他非常假的 他真的非常假 所以讓我們覺得很痛苦這樣 所以我們就去做 譬如說 紅洞秋的事件 你明明就 明明這個事情 就已經是 你做了 非常糟糕 反正人已經真的死在那裡了 可是你卻要 做很多 虛假的包裝 把它弄得 讓我們大家看不下去 特效那麼多人 撒接口去 要求真相 所以 因為我們自己 不喜歡 被人家 誤會 我們不喜歡說 我們明明就不是這樣 你讓我們 受到冤枉 我們不喜歡 那因為 我為什麼說 我要分享一些 小故事 是因為 我從小就怎麼被冤枉 我從小就 常常 就受到一些 很奇怪的 這種 這種 標籤也好 或者是這種 觀念也好 說你就是怎麼樣 或什麼樣 可是 我小時候就是 不太敢講出來 所以現在就 當然就是 長大到現在之後 變成 一直敢講出來 我 我 碩士班有個同學 很有趣 他看我 因為我 到高中到大學 就是後來都嘴很賤 就是 反正什麼事情 就是 指指 這個東西是怎樣 我都看起來出來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那個同學就跟我說 我看啊 你從小一定是一個 非常 調皮搗蛋的人 我看了就說 沒有 我從小非常乖 乖到 如果人家冤枉我 我只能回家去哭 真的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不相信啊 太高興 相信一下好不好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喜歡被冤枉 因為我很知道被冤枉的痛苦 所以 他 他從小 就有人會認為這樣子 那我另外一個 學姐 他現在這位學姐 在 中研院技師所 他也 那時候 他也跟我說 我看你 因為他覺得 也許我研究做的 還不錯 也許 那他就覺得 你一定什麼架式都不會做 什麼事情都是你媽媽幫你弄 這時候 我實在也受不了 我跟他說 因為我就學著 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那種班長講的話 我除了生小孩 不會以外 我什麼都會 我煮班啊 我也會 什麼都會啊 不信我可以煮一桌啊 雖然是家常菜 但是我就說 什麼樣子的東西 你怎麼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想這件事情 因為習慣性的 有些人會 某種框框去想的東西 然後他認為的 他不能理解的狀態 他是 那就跟他設有不見 然後他只要 看到他可以看到的東西 我想這些東西 是因為我們心理上 這樣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 可能會想要 去觀察這個世界 去符合這些一個一個的框框 一個一個的標籤 好 好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 另外一個告解 但是這個告解 可能讓大家要有一點秀 你們覺得我是藍藍綠 中間選民族 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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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 特觀 所以是中間選民族 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 這個我一個同事問過我這句話 我說 我的同事問我的 他說你是藍藍綠 我直接 毫不猶豫的跟他回答 我說 我是紅的 結果他是 他大一下為什麼 他說 你是我問過這個話的人 為二 兩個 不一樣的 他說他曾經問過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回答 他是彩虹 因為他是龍星烈 所以他說 他是彩虹 對啊 其實有可能 你在藍綠之外 有的人是彩虹啊 那我是紅的 好 那下一個問題 比較恐怕 那我是同的 還是 維持現狀 這些標籤用出來 我 我是同的 這個秀頭的 那個狀況要出現了 對不對 又是紅的 又是同的 這跟你老太想想想想 左同 那你支持中國共產黨嗎 不 我希望中國共產黨消失在地球上 這個 馬上腦筋打結 這什麼東西啊 你這個傢伙是什麼 沒有 這都有道理的 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 我覺得現在中國共產黨有問題 有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說 他是背叛 他是背叛 馬克思主義左派的理想的 所以 那當然 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 你這是紅的 這件事情很好看 因為紅的這件事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本來 其實在西方在分別 這個政治光復的時候 它其實是從這一個 就是說從右到左 那當然那個 如果是從歷史上 他是在這個 那個光復大革命的時候 我們坐在左邊 坐在右邊 然後哪邊比較激進 哪邊比較倒捨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慢慢慢慢 塑造了一個 左跟右這樣的概念 那時候 可是從左到右 從右到左 他又很複雜的 一個 事實上 他是光復式 但是其實又 不是完全光復式的 因為他其實非常複雜 但是 勉勉強強 我們把它分成這個 那我 作為左 左一點 其實 那你是很努力 想要變成那個 左派的人嗎 不 我是發現自己是 我不是努力變成是 因為 發現自己是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大一 不是大二 我們在福大大二的時候 我們要上一門課 叫做世界現代史 那時候老師指定我們 讀一本書 叫做意識形態的時代 那讀那本的時候 我另外自己又找了一本 叫做day seasons 就是那個 談這個意識形態 跟這種所謂的各種主義 他看一看 我看起來 原來 我的思考方式好像 比較接近像 radicalism 就是說 就是 現在有翻成激進 那這個激進 有翻成激烈的基 有翻成基本的基 那 其實這兩個翻譯都對 也都講到某個面 加起來最好 但是也沒辦法 因為他就是 你要這個就是 好像不能用這個詞 不能用這個詞 又不能用這個詞 但是 因為你思考問題 你思考問題 要比較 處理到比較 根本性的問題的時候 你希望改變了這個 體制的時候 它會比較翻天覆地 那當然你要很激烈也對 你要說它是思考問題 很根本 很基本性的也對 那我才發現 我有點接近激進主義 或者社會主義 我的觀念 會比較這樣 我是發現說 原來我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當然台灣有不少 有不少這樣的 被視為像桌頭的 那他們的談的 有的人是 他們就很努力的 要把自己弄成一個像桌灘的人 那包括他們連自己在家裡的時候 家裡也很像桌灘 你們是真的左派嗎 我就很懷疑 那當然 他很努力成為左派 但是 那種努力成為左派 有可能是 標籤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的 可能要在某些標籤裡面 他可能會比較舒服 或者他覺得 你是個進步的左翼分子 還是左翼的進步青年 隨便你高興就好 因為他覺得這樣他比較怎麼樣 他比較高尚 他比較像 開著這一個 穿著阿瑪尼的衣服 拿著愛馬仕的包包 或者開著 那個Benz Benz現在不有型 現在是超跑 他覺得這樣他比較高尚 那 你有錢的人就買那個 沒有錢的人 就唸幾根馬克思 看幾根葛蘭基 然後 追禮長幾根阿里睡 然後 你就變成 進步的左翼青年 你就變成很高尚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很奇怪 所以 那我說 回路頭來我要解釋一下 那 我為什麼可以 我的狀況為什麼這麼秀朵 又是左的 又是紅的 又是那個 其實 其實 我們常常說 統獨 藍綠 這些東西 那藍綠 這個當然其實是 這些年 標籤化的東西 可是 我們每個人其實 有很意識性的東西 我們每個人 本來就來自於不同的家庭 來自於不同的先天的氣質 就是我們本來就不太 就每個人 有人比較 這個 就是說有人比較 溫和 有人比較激烈一點 有人比較各種不一樣的 這種性格 因為 這個 學者研究這些 剛出生的小孩 就發現 在這個育嬰室裡面 有的就一直哭一直哭 有的就在那邊 安安靜地睡覺 有的在那邊提提提 這樣大家都不一樣 性格本來就不太一樣 然後 這個 我們的性格不一樣 我們的這個 受教育 每個人家庭背景是不一樣的 也許我們受了比較相同的 國民教育 但是 有人 剛剛有人說這個 受制式教育 國民黨教育 不一定是國民黨 就是說 有的是制式的教育 但是這個制式的教育裡面 有的人會拖出這個教育 然後拖出的教育 它可能要把你變成不良品丟掉 就說實話差點就是那個不良品 但其實不是不良品 因為是不符合它的規則而已 那我們的體系到底讓我們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說 所以人家說藍綠這個事情 所以說紅的是因為 藍的綠的 藍的這一群人 在某種程度上 他看起來是 其實如果就 左右的光譜裡面 他相對是右派的人 那這一個 綠的這一群人 相對在 比較在中間一點 就是自由主義啊 或什麼這樣的一些價值 台灣其實在歷史上很少 有一群人 其實在1950年 其實真的是被 被灌到牢裡 被那個 本來在殖民統治下 左派應該是比較多的 但是事實上台灣 這一個傳統其實是減少的 甚至是斷掉了 那我們看到了現在的 左統合這一群人 很多人是在1970年代的 大概在保調或那個時期期 從歷史上看是這樣 然後我會比較說我是左派 是因為我剛剛說了 我其實是因為 我因為我看了這個 就是說我看了這些 意識形態的東西 我才發現 我才發現 哦 原來可能我的先天氣質 可能我的一些觀念 可能一些這種 性格還有家庭教育等等 讓我覺得 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甚至於我受的教育 我的歷史 歷史學 我常常覺得 真正好的歷史學家 應該會變成什麼 他會變成 radical list 因為他會 因為他很多事情要找到源頭 那你要找到源頭 然後這個東西 你就說這件事情 不是你們說的這樣 在這邊解決 這件事情的源頭是在這裡 所以要從源頭來解決的時候 那你等於就是 某種思考方式是那個radical的 其實在網上是這樣 那這次先解答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 藍綠的問題是這樣 我其實 因為我覺得 那種表情很奇怪 因為他不周延 他很多東西根本要找不到 另外一個 那統獨這個事情是怎樣 統獨 有時候他會講你這個統獨 或者是獨 那你是統犯 那我舉一個例子 又講小故事 好 就是說因為 我的立場有時候有點奇怪 所以曾經我有一個學生 他 所以我這邊有學生 那我 我有一個學生 曾經在這個李曉空 這個大台組 手下當助理 那這個 李曉空他就很好奇 他就問我這個學生 他問我這個學生 說 欸這個 曾經跟他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那我學生告訴他 他是同派 那結果他說 他的統一的主張是什麼 結果我這個選法 我剛剛說的東西 告訴他以後 李曉空說 如果是這樣 那我也是統派 你看我都搶啊 這個 中國共產黨應該要聘我啊 來這個消滅台獨 這樣 如果要把台獨都拉進來 因為我都可以把他們拉得很快 但是不是 他不可能 因為我是要消滅他 那我就說 為什麼 因為 統跟獨這兩個東西 有這麼對立嗎 而且我要談統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我的基本的邏輯思考裡面 因為剛剛也好了很久 很多人沒有邏輯 就是不太談邏輯的 我的邏輯是 你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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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說 如果你要談統 那一定是之前有一個 不同的狀態 你要先確立了在某種狀態之後 這個東西 那你才說 那我要去談統 那我想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管現在有沒有那麼多人支持啊 那我們有二十幾個邦交國 但是當然 現在最近要少一個 但是我是說 你作為一個完整的 國家的所有的要件 你看到都是 都有 它都存在 它不會因為就是說 人家說你不是 然後你就不是 而且我們剛剛講 我們不希望人家 不去看那個真實 我們應該要看到真實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不要被誤會啦 我們不要被冤枉啊 那我們 是不是呢 你用很多國家的 主權國家的 那一個 這些要件 來觀察台灣 我們當然是一個 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在這個時候當然是 那當然所以你要談統一 那是因為你要先確認這件事 你在這個時候說 那我們這個統一 當這個統一的含義是什麼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要在談 但是我先確定是 所以 你要說我是賭犯也是啊 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因為我要先確定 我這個作為一個 完整的 獨立的 這一個 就是說 這一個個體的時候 那這個群體 是一個完整的 獨立的個體的時候 其實 黑人 曾經 不被當作人 但是他不被當作人 他 他就不是人嘛 按照生物學的標準 按照生物學的標準 他 他只要結婚生的小孩 不管他跟白人 跟黃種人 生的小孩 還有繁殖能力 這是什麼 同一個 species 就是同一個種 種 這個物種 我們是同一個物種 所以你說他不是人 不對啊 這個在生物學的標準 他當然 他當然是啊 可是當年 很多本來不承認他是 不承認他是 並不會他不是 只是 他不去看到這一個真實 這個事實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是不被認識 不被承認 不被 這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變成好像 我們不是 但其實 我們是 所以 只有在這個 是的前提下 才去談 同意 所以我覺得 沒有 沒有台獨 不要搞台獨運動 應該叫做保持獨立運動 可能會對 但是保持獨立又不太好 因為又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是不是這個國民 也許我要自己 自己 想要我自己的國民 所以這個可能是 國號格感運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立憲運動 你可能需要 是這一堆東西在一起的 而不是一個就是 有人現在 我要 還要繼續做台灣獨立運動 台灣獨立運動 那個是要獨立於某個之外的話 假設你把獨立當作動詞 你把獨立當作動詞的時候 那你要獨立到另外一個東西去 離開它 那 我不要啊 我們本來就自己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不被承認 那我要爭取這些權利 我要爭取這些東西 而不是 我要那個 所以 你說我們要談 統獨這件事情 我說我要統 但是我要怎麼統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有人說 我們可以像歐盟一樣 我說好 非常好 但是有些人跟你談歐盟的時候 他談的方法很奇怪 他就說 我們現在跟中國可以搭中華的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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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這樣子 其實 如果他說要歐盟的模式 那太好了 非常 歐盟的 那這個 馬斯推游條件下來的 這個基本原則 最後是什麼 有兩個條件 其實 當然有很多條件 但我有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它都是各個主權國家 而且經過共同 那經過共同 這些國家是個民主國家才是 所以我是說 對啊 我們如果要跟 你說要跟中國談 像歐盟一樣的 太好了 那必須是 你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國家 必須你承認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必須是這樣 所以這些前提存在 那才有後面那個問題 所以 有些人在那邊呼嚨大家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歐盟的模式 但是他又不講說歐盟的前提是什麼 那這個是呼嚨 我覺得 所以其實 我們剛剛除了標籤以外 其實呼嚨的東西還很多 除了標籤這些東西 那所以 實際上 我說我是這樣 那當然也許大家不見得 都跟我一樣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比較期待的體系是 能夠讓這些多元的 多元的這些面向可以被保障 可是又 我們又能夠共同一起來做 做一些事情 能夠得到一些共識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共識 不是 由上而下的共識 而是我們慢慢去凝聚的東西 我比較欣賞是這樣子 但是剛剛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今天題目裡面 就是說好 那因為藍綠 因為同途 因為這些標籤 那這些標籤他丟 丟不來丟過去以後 有人要閃躲 那什麼另外一個標籤 沒錯 這個中間選民這件事 就是說 我要站在一個所謂的理性的 客觀的 這樣的狀態裡面去看人 所以變成 他也在做這個標籤化的 剛剛也好 那什麼太好了 就是你們是 不理性的 你們是被藍綠綁住的 那我們只談 黑白 不談藍綠 那他就用這種話來講 但話說回來 只談藍綠 只談黑白不談藍綠 只談黑白不談藍綠 那 Case by case 我覺得 因為你今天要說 這個藍綠都一樣 你看看他們都在那邊A錢 好 Case by case 某些狀況的確藍綠都在A錢 你如果跟我講市民代表 跟我講這個縣議員 我想這種問題可能差不多了 但是也不是每個地方都差不多 有些地方可能差不多 Case by case 但是他就說 對啊 藍綠都一樣都一樣 爛都一樣怎麼樣的時候 我有一個問題 就要問 如果我們怎麼說 這樣好了 哪一這兩個 哪一跟綠 假設我們說 這個是國民黨好了 這個是民進黨 因為這是藍綠的裡面 兩個最大政黨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殺過幾個人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殺過幾個人 請問他們也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啊 這個時候我們還黑白就好 就這個case 就這個狀態來講 Case by case 就是說 你要講都一樣的時候 你當然要挑他們都一樣 你先去一個 一個某個縣的 抓幾個市民代表 抓幾個這個 說你看看他們說 這個有藍的有綠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一樣 有時候還真的是 因為他們螃蟹系真的一樣 對不對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但是就另外的一個面 我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你要跟我談黑白 很好 我們就談黑白 誰 在執政的時候殺了人 而且殺了那麼多人 沒有啊 就不一樣啊 這個黑白很清楚啊 曾經有一個年政治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說沒辦法 我 我真的沒辦法支持國民黨 他就講我真的沒辦法支持國民黨 為什麼 因為從我從這些白色恐怖這些東西看起來 國民黨就是bad guy啊 再怎麼樣就是啊 沒有辦法 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所以當有人要告訴你今天說 藍綠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看什麼事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 欸 地方這些 這些這個市民代表的這群人 他們這個A錢啊 藍跟綠的啊 有時候也是那種結構的問題 那種結構 當然我不是替他們脫罪 而是說 那個結構的問題 而且那個結構 我們如果再 再問 追問下去就是 那結構誰造成的 這件事情 那問題又大了 因為 那個結構不見得是 所謂的綠的造成的啊 或者是那個 因為它原本的那個生態的產物 所以 綠的進入到這個場域裡面 那你要用他的遊戲規則 去跟他玩這個遊戲 那也許就怎麼樣 也許我們必須 跟他用一樣的 就是 其實你跟魔鬼玩遊戲 你到最後你會變魔鬼啦 其實戰況成就這樣 那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是要講 白色恐怖 如果是要講 你們自己的 這兩個人殺的多少 這種黑白問題 要很清楚啊 這是大師大悲的問題啊 對不對 就很清楚嘛 你不要在這個時候跟我講 藍綠都一樣 對不起這地方藍綠都不一樣 而且 對不起 很抱歉 在這個時候 沒有那個 它是白的 你藍的在這個狀況是黑的 可是這很好玩 藍綠都一樣嗎 光藍的自己都不一樣 為什麼 我舉一個有趣的 再舉一個有趣的點 藍的裡面 有都一樣嗎 藍的裡面 我們現在知道有 國民黨 有新黨 有親民黨 OK 那 我剛剛說的這個說 國民黨 他的白色恐怖 這件事情 他應該要負責 他繼承了他白色恐怖以來的 所有的好處 其中包括什麼 黨產 可是新黨跟親民黨 有分這一塊嗎 沒有啊 那 我覺得喔 所以這個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真正的問題出在於 就是說 剛剛 電話老闆講那種沒有邏輯的 其實出在一種 彈心跟一種 這個 就是說它其實根本只是他們自己的欲望和包裝很多語言 為什麼 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說實話 雖然我說我比較左 其實新黨很明顯比較右 他甚至比現在國民黨還要右 因為國民黨不太有什麼靈魂 那新黨基本上是 我們就是要中華民國這個什麼樣 中華民國的基本教義派 OK你就是這樣 我還要敬重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至少堅持他自己決定要做的事情 對 他很誠實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個概念 如果有念法律 那更不要 他做了一件事 新黨跟親民黨做了一件事 他做了一件什麼事 他們做了一件叫拋棄繼承 就是我不要你過去所有的負債 我也不要你所有的什麼 我也不要你所有的資產 資產跟負債全部消失 我不要 所以他們比較讓我尊敬的地方在這裡 國民黨好看要買 拍攝都沒有買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你又不想付那個債 然後又要賴那些債 然後好康的通通都要 當時還繼續用 所以從黑白來觀察 那當然他們是黑的 這沒有什麼話講 即便在藍的裡面 它還是有黑白之分 所以我就說這個東西有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去做很多的軀殼跟清楚的理清 而不能這麼樣 可是有些人就閃躲這個東西說 我們只談黑白 不不不談藍綠 那你談黑白不談藍綠 結果怎麼樣 結果實際上是不分黑白 實際上你是不分黑白的 你就是利用這一個好像我們客觀中立的這個狀態 我們比較理性的選擇 因為理性必須來自於哪裡 理性來自於 就是你要尊重事實 然後尊重邏輯的這些規則 包括邏輯包括法律包括這些規則 比如說尊重事實跟規則這些東西 理性是來自於這個 那好那事實擺在這裡 就是我們黨在這樣的議題裡面 或者是藍的在同學議題裡面 他們裡面有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看待它的時候 這個黑白有時候就很明顯 因為我說我剛剛講完這句話 case by case 但是比較大的 比較嚴重的那些東西它應該要處理的 那你怎麼對待這些東西 它卻迴避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沒有說中間選民一定是喜相派 而是說他們有些人是喜相派 其實就叫喜瓜派 就是哪邊在哪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是非黑白有時候不分 所以剛剛也好是說 為什麼他們還是老是選某些政黨 因為他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沒有把是非放到裡面去觀察這件事 因為你如果很清楚的是這樣 但是問題在這裡 我其實常被認為是綠 有些民進黨可能還把我認為我是深綠的深綠這樣 沒有 所以我就說這個很好玩 就是他們自己也落在那個標籤裡面 那但是沒關係 因為 那有人會說你為什麼老是會比較 相對的比較多支持民進黨 其實我剛剛講完 我用左右來看的時候 那很清楚 一個左派我去支持右派太奇怪了 當然左派會支持 就是聯合是要敵人打擊那個主要敵人 所以我會比較接近 常常會去比較支持像民進黨這邊的 雖然我對他其實很不滿意 我常常上課都講 民進黨什麼 民進黨是混蛋 我當晚我下課會交一句 我說國民黨是魔鬼 我敢罵民進黨是混蛋 我公開罵怕什麼 但是 也這個要比較的 他有比較的狀態 你要罵民進黨混蛋有什麼大部分 當然可以罵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要看這個左右的時候 那狀況我就要清楚了 我沒辦法 我不可能去支持右派 你要叫這個共產黨人去支持這個希特勒 這太奇怪了吧 共產黨人可以支持SP隊 就是這個社民黨 但是他不能夠去支持這個納粹黨 這個很清楚 但是問題是 有時候他就把你說 所以你都是支持民黨 你只是借口而已 你只是 有時候 因為剛剛又好老師說華人 華人其實有些很有趣的特性就是 因為他們做事情 這個傳統 其實我不太介意用中國人來描述 因為傳統的中國人的狀況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他要把對方講成什麼的時候 什麼奇奇怪的都飛得出來 他就是要把你變成是那樣 所以 我因為我的博士論寫宋代 那宋代新舊黨根就是這樣 他那個新舊黨的時候 那個什麼 蘇氏天性殘險 不會啦 蘇氏是嘴賤而已 蘇氏天性殘賤 然後什麼 然後就罵罵罵罵罵到底 他就是那種雕線就丟 然後他不管你事實不事實 他就把你丟這樣雕錢 所以這個真的是其來有志 這個古代就是這樣 所以宋代的這個 宋神東實錄 就是他們當時的記載 還出現兩種版本 叫祖文跟末文 所以這個是很有 它很有悠久的廣播深厚的 中國文化在後面之稱 那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要去走進限大 去反省一下 去思考一下說 我們要不要這些標籤 這些標籤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去被解析 去被解禁 但我說我被認為是 你說你是綠的 你是什麼 可是因為他總是 並不厭詐 我說他們在丟標籤總是 並不厭詐 說反正你罵成這樣看看好 因為你們也跟我一樣炸 你跟我一樣炸的時候 所以你其實真正講的東西 跟你想的東西 跟你那個東西不一樣的 你只是為了要替他們說 說什麼話 所以怎麼樣 有啊 我都快變停臉派了 因為我曾經寫說 你這個 如果你真的 你對這個價值這麼care 你在這一個 你在這一個 對阿扁的態度上 你覺得你很痛恨他 貪污其義 海角其義 那你應該也要 針對國民黨這個 那個黨產那幾百億的 那你也 你要 你如果痛恨他 不要痛恨到咬牙切死 那你大概 痛恨國民黨 會痛恨到牙齒斷掉 是當然是得這樣啊 否則你的標準就不一了嘛 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這個 就是 黑白的問題 你真的要講大事咬牙那一塊 那當然就變這樣 所以 我覺得那就不是 因為他是包裝他 可是沒有喔 他們最厲害的一招叫做 這個他們不知道是誰了 就有一種這種 這種你形態的 在傳統通過有一種 這種形態 他就丟給你 做賊的喊做賊 因為他們自己心裡是賊 就說你是賊 所以他覺得 你其實是為了停扁 你只是用這種東西 來講這個話 不 我不要這樣 我講這個話的目的是 說 如果價值是重要 那 你 你真的是因為這個價值 那 你痛恨成本那邊 我也同意嘛 我也覺得 如果他很確實 他貪污 我現在 因為你說我覺得阿扁很貪污 我說我 我到現在我還是說 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很簡單 按照我們念 我們做學術的標準 請你給我看卷宗 我慢慢 好 我今年3月1號在這邊 談解碼228 的我那本書的東西的時候 最簡單的一個原始就是 我要去看原始的答案 所以你告訴我阿扁很貪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給我看卷宗嗎 因為我也不能相信你這些法官 這些法官 其實真的是口碑在外 所以 我們大陸 我們大陸 黑台灣的法官 真的是 覺得他們很奇怪很可怕的 因為明明說 這個他說是冰淇淋 他也可以說啊 明明擺在這邊是一個麥克風 他也可以說他是冰淇淋 他不承認就是不承認 法官可以這樣子扛待 所以我說那個不真實 不是只有在我們現在這些面向 而是在於 我們的體系裡面 太多的不真實 所以 我想 我會這樣認為 有一種是他們 丟過來的 另外還有一種東西 這就是 政治 政客跟媒體們 其實有時候他們 也有市場居格的需要 有時候也會變這樣 我真的要跟自由時報抗議 我沒那麼沒水準 他們有時候下了標題 那不是我寫的 你親愛我的人格權啊 我在大學教史學方法 史學方法裡面 有一個部分要教同學做什麼 如何訂定 這一個 適切的論文題目 結果每次我寫的投書 都被他們改了表題 然後都改成那個 很 很 我自己也看不同的表題 那就是 以後哪個同學 就拿著我這些 就說老師你這個 下標題只有下這麼爛 那我怎麼辦 所以媒體自己 有時候也在搞這種東西 就是說 他 訴求的某些人 他就是 把你塑造成那個樣子 所以我稍微紅一點的 這個投書 是登不上 自由時報的 我看起來一常穿 我都登自由時報 所以這個是綠的 嗯 而且很綠 因為我的紅的他們都看不到 因為他把你改了 他不讓你等嘛 然後他把你 他把你弄的 就是他把你改的那個標題 改得像白痴一樣 所以我就是 會長得像白痴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政客跟媒體 說這個是他們故意的 他們在塑造一些東西 然後在丟出一些東西 就是說 反正我只要 鬼叫鬼叫 我這個說 我們這個藍的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們這些就會奇怪 然後那個 每一個 每一個 這個 報紙 或者是 這個電視台 或什麼 他們也有他們的 這個忠貞的客 那客戶群 所以他要去 把它弄進來 他要把他們的這些 這一個 就是說 我給你的這個廣告 你能夠接受到 我這個廣告的訊息 對不對 你今天 穿戴我這個東西 你就是跟我同一邊的 讓你感到那種舒服 感到那個 他其實在訴訟我們一些 非常不理性的東西 訴訟這些 讓我們需要的標籤 需要的一種 可能是安全感 可能是這一個 某種虛榮 可能是這些東西 他要我們 很多人 去 調到他的陷阱裡面 然後成為他 可以用 語言來動員的一群人 好 那其實 這個東西都要做政客 政客跟媒體 那當然 我的左派的觀念 又要出來 就是說 這其實戰夢 好像是資本主義運作 對 因為 資本主義運作的 這種做法 就是他其實是希望 讓你們 我們把你們這些消費群 吸到我的體系裡面來 那 我以前曾經上過課的時候 跟朋友講話 就是說 那 對付他們怎麼辦 當然 我們要整個去對付他有時候很難 那我們要怎麼樣應付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 我們要在乎 我們在乎的 我們要按照規則來做 我們要重視事實 還有一個是 我們本來就 跟他們這些標籤其實是 都沒有辦法完全相合的 有些東西根本就不合 有的東西是只有他 那個一點點他就把你擴大成那個樣子 那我們不要 我們要真實的去 做我們自己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辦法是 讓他們 麻煩 也就是說一個小導彈 讓他們麻煩 也就是說 我說 Save 太大了 Save 太大間了 那你現在如果 有選擇的時候 我說 不要去Save 你去旁邊 另外那一家比較小的 那個便利商店 就是總是不要讓他們 盡量讓他們麻煩 讓他們沒有辦法用這種 簡單的 腰間式的 這種語言 或者是用他們的 好像他們通路非常大的 這一塊 讓他們去做這個 就是說讓他們去感受到說 其實 好像 還有很多人是不能被 納到你這樣的 框框裡面 其實 哲學新取物 就是在製造他們這個 謝謝 哈哈哈哈 謝謝 哈哈哈哈 這是第一 第一個罐頭嗎 哈哈 對啊 好 好 我剛剛也做了好多筆記 聽到現在其實 還是有蠻多東西的 標籤畫 我如果從標籤畫開始 談起的話 剛剛陳老師講的 我做一點簡單的整理和複數 就是標籤畫 它涉及一個很簡單的 柯白印象 就是 它會讓我們覺得 它 藍的就應該怎麼樣子 綠的就應該怎麼樣子 那這個 柯白印象就很容易 用 這種 惡根法來 取代 邏輯 然後呢 也會直接用 這種 一般的規定印象 來取代 實際上更複雜的真相 那 它會很容易 沦為下一步的這種 真正操作的方法 就是 包裹式的 這種 因為我們有這樣子的 二分法 所以很好做 包裹式的這種操弄 就比如說 藍 比如說 就是藍的 綠的 藍的就是右的 綠的就是左的 藍的就是銅的 就是銅 然後綠的就是俗 然後藍的就是拼經濟 然後綠的就是搞政治 等等 就這樣就很簡單 那 那這種 那包裹式的做法 就取代了 取代了實際上更複雜的這一項 那弄得好像我們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 拼經濟就叫中立 然後拼政治就叫做 你就是不好 非理性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詭異的現象 那 那 那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自從柯林頓 他跟 他的實習生在 橢圓桌上發生什麼事情 之後 那個時候開始 美國 美國才是 政治人物 只要把 經濟搞好 管理私得 這些東西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很清楚 確定下來 美國製造的 這一個 以經濟 來代替 做為政治 衡量政治 一切的 這種的 唯一的標準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也變成這個樣子了 因為好像也沒有人發生什麼 做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正確可以很簡單的 這種簡單的包裹式的包裝 它可以操弄 然後呢 也可以讓我們玩另外一種 兩面手法 就是一個 雙重標準 那種雙重標準呢 是政治人物跟我們選民都一樣的 我們選民是很奇怪的一種生物 就是 我們呢 台灣明明是政治過動的 對不對 每次政治選舉的時候都很熱鬧 如果你曾經在英國看過政治選舉 就讓它躲無聊了 也沒有 就是也不會有花車 也沒有人在路上競選什麼這些的 也不會電視上打那麼多的廣告什麼的 他們沒有這樣子的 那麼激情的 稍微 成熟一點的國家 有相對的 有種冷感一點點 但是我們其實很 很熱情 然後是政治的過動而 那這種政治過動而呢 一方面又對政治 己與厚望 選一個人都覺得救世主要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不要先問他 明明我們把這個 完全的幾十年的 要改的這個 你想什麼投射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他開始爛了 我們就開始罵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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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一種很特別的一個 那個 我們同時 非常非常的寄望於 政治可以改變世界 可是我們同時都貶低政治 貶低到不行 所以我們可以一下子希望 政治任務可以讓救世主 然後如果稍微有不勝的話 我們就又很簡單的 可以把它打為 他就是一個什麼樣子 羅蘭羅蘭那個 在地形上 或者是 完全真可勝的這種的惡人 那 其實這個惡分法 除了我們選 我們自己給我們 以外 那政治任務就很容易 操作這一類的事情了 怎麼操作呢 因為惡分法 然後黃老師的包裝之後 就是 你一定要接受嘛 比如說 綠的你就要讀嘛 然後你就要什麼 你就要什麼 那就很簡單 比如說再加上一個 你愛台灣對不對 你愛台灣就要 愛屋即屋 愛點即屋 你就貪的屋 但是 你就是 就是變成被包裹式的包裝在一起了 那這就非常的危險 對不對 那 那這個危險 當然 男的有沒有這種現象 非常非常的多 他 他同樣 這種包裹式的作法之後 他就告訴我們 你在什麼狀況裡 遇到寒淚 寒恨 寒血 寒什麼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子 就 整個被綁在一起 那 完全被綁在一起 然後 正確任務可以做這種 二元堆 拿二元堆力來做這種 正式的操弄 那 今天想要去告訴我們的 另外一個做法 那就是 不是 這麼簡單的 拆解掉這個 二元堆力而已 它不是 完後現代的這種 我跑過去 把你的二根法拆掉 然後就好像放一個炸彈 然後碰的一聲 趕快跑了說 那不關我的事了 沒有真理啊 也沒有什麼啊 什麼都沒有 它不是這一種的 它倒是告訴我們說 要解決 要對付這一類的人 我們就要讓更多元的真相的呈現 用多元的真相呈現 來取代正式很習慣的這種二元堆力操作 那我們反而是要眾生宣化的方式來取代這種很簡單的 我們被強迫要對號入座的這種做法 所以其實 陳老師在講的就變成是 我們對待這一類的這種操作方式 唯一的方式 你更細緻的直接去看這個真相的部分在哪裡 它是非常多元的 因為我們可能在很多時候 我們是不願意這麼簡單的 直接面對著這件事 所以 陳老師在講的時候非常好玩 有這種操作的方式 就是 如果你問我什麼 是藍的還是綠的 然後我大概就跟你說 我可能是紅的 等等 但是呢 這個其實 表面上開始 表面上開始這樣子好玩而已 因為 如果碰到統的 就跟人家講說 要統一嗎 所以現在是獨立才能統一對不對 然後就逼著對方說 你是不是要先承認獨立 所以如果一個大陸的公民有來問你的話 就說 告訴你你要不要獨立 你要不要統一 一定要跟他講說 OK 所以你是台陸聖人對不對 你說我們現在是獨的 要不然沒有獨的 我怎麼會有頭 都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很容易的 就又 又 又直接把他拿回去 那同樣 同樣 如果有人 有獨派的 然後他強迫你 告訴你 你是不是要獨立 那你就說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呢 對不對 我 你以為我現在是統一嗎 對不對 要不然我從哪裡讀出來 對不對 就會這樣子 那 那可是 不只是這個簡單的 拆解掉這個二分 而是 我們可以再往下一個更深的程式去 去問到底真相是什麼 然後去抓的這些真相 以及細節的這個 多元的面相 以及我們真正應該處理的問題 來打破這個 被人家很簡單的 很二分的方法 當然 那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剛剛 陳豪在講的 他說剛才confess 然後我自己就一直覺得 哎呀 其實我從頭到頭到頭也是 做了很多 利用很多這種二分法的做法 就是 我當然也是一個很不乖的學生 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一個連高中都逼不了 一個台灣的壞學生 但是 但是呢 我們在英國 就是在英國讀書很多年的時候 比如說如果你想吵 我們等等的時候 也趕快說 就是 你要講日本人的話 我們也常常會利用這些 標籤不然做法 來讓自己逃過這些 那 可是也 他也意味著說 其實 可能我們自己 沒有辦法 就是我自己 如果我confess的話 就是 也還是會 偶爾還是會利用這樣子的 標籤 會在日常生活上 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 我剛剛 聽完陳老師的高鐵座 才知道 OK 如果我在那邊 過馬路假裝日本人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很強逃避者人 不敢面對現實嘛 然後也在利用別人的二分法 基本上也還會有交易 那 但是呢 就是 陳老師的 陳老師告訴我們的 那一個真正的 比較好的策略是 在這麼多的虛穩的包裝 那 這麼多 不管是包裹式的 那 要 逼著我們去做這種 二元對一的 對號工作 這種事情 我們對這個 一個方法 簡單一點點的就是 我們得先去 拆解掉這個包裝 讓這個包朵 底下的東西 先讓它 一致的浮現出來 有些 比較細緻的 裡面的成分 然後弄清楚這些成分 然後我們才可以做 細緻一點的 以黑白取代這種 可能是藍綠 然後我們也可能 以比較實際上的 這種社會的意義 來取代這麼簡單的 左右的這樣的二分 那 這大概是 上半節大概是 陳老師告訴我們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 開放 是吧 就是 讓大家有什麼奇怪怪的問題 都可以 都可以直接請教 陳老師 好吧 或者因為我 可以 願意跟我們分享的 也都是可以 你好 就是 剛剛 陳老師講到說 你要是 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是 要先 確立 先 努力 然後 再來說 因為我們不太理解說 說 其實是同 有意思嗎 就只有這個問題 我直接這樣 還是要追問 謝謝 好 沒關係 可是說 在我要談 同這個狀態的時候 假設它是個動詞 好 它不是一個狀態 它是一個動詞 你要 追求同 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那 前提應該是 你要 自己一個獨立的狀態 然後 去追求的那個 動詞 欸 你的意思是誰 所以陳老師 追求的是 要統一這樣嗎 對 那我剛剛也要解釋 追求的那個 統一的那個 統的形式 是什麼樣的形式 那其實你這個問題很有趣 因為它涉及了 我們對整個 中國歷史的條件 就是說 那因為很多人講說 統那當然大家第一個 觀念就是說 是希望就是說 啊這個海內燕安 這個 這個 四海歸心 然後這個 土仙之下墨飛望土 我認為那樣子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因為你在害他 所以 你要講統的時候 回過來講 我那個獨立的概念是 有人說 啊 董事叫台灣啦 我說獨立救中國 奇怪 獨立幹嘛救中國 沒有 因為 如果讓你統去喔 你又落入那一個 傳統中華帝國的 那一套循環裡面 你用現在這種 以商為政 用各種 這種下三難的手段 來逼我們 要跟你救犯的 這種東西 欸 我就看你嘴嚇 我真的看不起 因為你就跟傳統那些帝王一樣 因為 他怎麼對付西夏 他怎麼對付 就夏國啦 跟人家西夏 西夏沙交 他怎麼對付南越 他怎麼對付那個 當年他們就是這樣幹 他怎麼對付吳越國 吳越國是在那一個 那個 澀江那個地方 就是北宋 他要吳越國最後投降他 他怎麼逼他呢 所以你的招數 你現在用的中國這些 用的這種招數 我的看法是 你這些爛招 我以前都 我咋就看過了 古代以來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再讓你 這樣統去 對不起 那樣子的話 對你不好 你想要吃 毒 你想要吸毒 吸吸吸 那我現在再攻擊你 再攻擊你那個 那個 安貝他命 然後你又吸得很爽這樣 我不要 我覺得這是不對 所以我的統 不是那樣的形式 要脫離他那種形態的 然後屬於不同形式的那種 區域的整合的這種狂 那當然 他涉及了我的 我其實 因為我剛剛講 中國共產黨這種 這個 他既不中國 又不共產 他只剩下黨而已 因為為什麼 那個恩格斯曾經在波蘭文版序裡面 講了一段話 他說 歐洲各民族間的真誠合作 只有在各民族在自己家裡 當家做主才有可能達成 這是他的波蘭文版 當然他針對波蘭人講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當年的恩格斯是這樣思考的 共產黨人 作為中國共產黨 這中國共產黨 怎麼可以不這樣想 他就不這樣想 你應該讓我們在家裡當家做主 我們之後再來談 我們要不要真誠合作 那沒有 他就不要 你要不要讓突破人 在家裡當家做主 不要 那不要的話 你根本就背離共產黨 背離當年的那種 馬克斯主義 就是不要說馬克斯 就是馬克斯跟恩格斯 他們當年的一些思考方式 結果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在這個波蘭文化 不要落入你這套 遊戲規則 就是你這個 其實不是共產黨做的 這個是中華體國做的 我的概念是這樣 那所以說統一 就是說如果追求真實的統一 你說像歐盟斯 歐盟斯 所以是 所謂的台灣人 就是這樣統一 還是說 東亞 歐盟斯 這樣子的一個政權 呃 其實 我就是開放的啊 因為本來馬克斯推克條約下來 只是一個原則嘛 所以現在不是 烏克蘭人也正在發生這樣的事 對不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我曾經跟我的韓國同學講這個話 那我說韓國同學 當然你們會知道他的答案 他說 他說好啊好啊 不過要排除日本 那其實不一定要排除日本啊 就是說 如果日本真的能夠真誠合作的時候 那當然 如果有這些條件的話 有什麼不好呢 對不對 其實沒有說一定要那個 而且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像圖伯 動圖的騎士太 圖伯人 你都讓他們真正當家作曲 好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 當然OK啊 其實我分享一個例子就是 阮明 阮明先生 他是中國來的這個 他以前是這個 就是趙紫陽 我要幫他們的那個智能 那有一次我一個學弟就很好奇 因為我們吃飯完 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就好奇問他什麼 阮明先生你覺得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你是不是將來要同意啊 他說 嗯 兩邊都要民主 然後民主之後呢 如果想在一起 就公平投票 同意在一起 那就在一起 那如果後來覺得不太好 在一起不好 那就公平投票不要在一起 然後後來又覺得好 那在一起 所以有人離了好幾次 我又解了好幾次 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 沒有什麼 連阮先生都這樣想啊 也不是我這樣想而已嘛 所以其實是這樣 謝謝 那就是 嗯 剛剛講到說 嗯 獨立 運動 該改成的所謂 正理運動 或者是說 自限運動 嗯 就是說 休閒 然後 但是因為我現在在 美國旅行 然後現在常會有人 問我說 你是哪一個人 然後 我很明顯覺得 就是 我就不想說我是中國 然後 怎麼會說我是台灣人 然後 然後 可是 當我拿到我的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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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怎麼能說 我不是中國人 那 就是說 我的護照 在寫 中國 可是 你沒有家住了台灣嗎 蛤 他應該新的一個人 有 可是 本質上說 他就是叫 他就是一個 中華 或是中國的一個 對 日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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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小問題 這一點都不用擔心 非洲有的國家 改了好幾次名字 所以那個 名字 所以我們的內政部 現在也可以更名嘛 對不對 我們其實是改 所以你覺得自己是 你就是台灣人 就是說 I'm Chinese 就好了 不要管他 因為 那個是一個外加的東西 所以剛剛啊 這個 那個也是在毛澤東上 他當年的那個體系 他把你搬過來 但是那個憲法 其實 我們真的 同意過他嗎 還有那件大衣服 放到這個 然後在90年的修憲以後 我們把 就是我們現在的衣服 是一個大衣服改小衣服 然後改了小衣服 又不合身 然後不合身又覺得很難 很難受 可是又不能脫 脫了結果沒有穿衣服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要自己 去量身打造一個 我們的衣服就好 那所以你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那就是 其實我這條 再要講一個共產黨 之不共產黨的原因 其實 他們 如果是按照比較 傳統的馬克思的警示方式 就是 那個下層建築 在決定了很多上層建築的東西 結果呢 我們 成為一個國家 這個條件 我們的 那個環境 我們的這種 生命的 這一個關係 就是我們大家互相 共同生活 還有我們的經濟之間的 藝純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東西決定了我們 其實就是 就是台灣 我們決定了我們自己 這樣的 因為那是被 經濟條件決定的 所以他現在當然有一種策略 是把你拉 拉中華經濟圈 讓你 台北上海 一日遊 他變成要用這個方法 但是問題是 到目前還不是 所以曾經有一個 中國的遊客來台灣 他問了某一個 所以好像被視為 他覺得這個小孩 應該比較是 藍營的小孩 結果問他說 你有沒有出谷 他說 有 那你去過哪裡? 大陸 喔 原來大陸是外國 就是這樣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 你說 他們台灣人 台灣人 你不要太擔心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華人 中國人 就華人 台灣人 台灣人其實是 這個問題好 你問我 其實我問過王潭 因為我跟他搞 華人民族書院 那他搞華人民族書院 我就丟這個問題 結果當場 就說人傻眼在那裡 你說華人 那是講華語這種話 那 吳伯仁算不算 這個就開始頭痛了 那 威伯仁算不算 好 好 那海外的華人 那個 那如果威伯仁到海外去 怎麼辦 好 你這講漢語的人 跑到這個 新加坡 跑到馬來西亞 你叫到華人 OK 好吧 勉強同意 但是其他的你怎麼出 所以他 這個名詞 其實是 不準確的名詞 它是一個不準確的名詞 所以我覺得 可以再 我們再去重新去 所以我最後還是講 其實那種一直性 有時候我們丟著一個名詞出來 很 很麻煩 因為 勉強我說 對我們華人 因為華人在英文裡面說 Chinese就很討厭 好 但是你可能要講說 在這個所謂的語言 或者什麼東西上 可能是Chinese 但是不意味著你是哪一個國家 你要問他你是問國家 還是問那個 對不對 比如說你是American Chinese 或者American Irish 反正你要問他是 你是指哪一個東西 然後再回答這個問題 可能比較好 好 對 我等一下回應葉號 我是剛剛有一個話說 他說 我在台灣的 我在台灣是 因為是壞學生 所以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你剛剛要加一個so-called 所謂的壞學生 因為體系壞 壞學生其實有時候是好學生 不然請問 那個雷正是壞人嗎 他被關那麼久了 他是壞人 那我他不是壞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你剛剛都自己丟了標籤 我也是這樣子啊 都教是不是 但底下還很多學生 以後不上課 這個也有點尷尬 不過 不過 剛剛的問題是 讓我想到 我自己有新生經驗 我認識的第一個北京人 很好玩就是 在倫敦的時候呢 那 北京人也 其實 目前在中國裡面 也有很多標籤化的這些事項 他們標籤化的人 其實 非常非常嚴重 有比我們還嚴重的地方 那 我認識的第一個北京朋友 讓我覺得說 好棒 就是一個女孩子 落落大方 然後又是長髮 長髮飄移就很漂亮 然後就 直接給你答案 你好我們來自北京 我們北京的什麽都好 除了上海人 乖 也有這個 也有這個 他們覺得就是 上海人就是 上海是什麼東西 這個樣子 但是呢 其實 這一個標籤化 我們 我們也得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 如果說要含 統一 好不好 那 統一完了 結果這個國家 還是這麼嚴重的標籤化 那這什麽國家 我們要這樣一個國家嗎 同理 你追求獨立的話 那你追求獨立 如果我們還是 就是 現在是什麽 愛台灣 愛台灣 就要愛到什麽樣子 那以後也是要寒寒 寒寒 什麽 那 我們變成我們得 退步來問 其實我們 到底目的是要 整個什麽樣的國家 對不對 這變成是這樣說 我們還有下一個 更精確一點點的 下一個層次的問題 要問 它可以來取代 就是那麽簡單的 在一個大的 大帽子 就直接把你扣上去 這樣子 一種操作的方法 而且 其實不管怎樣子 二分法 我知道 中國台灣二分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比如說呢 我們 我們 政大 在台灣還可以被稱為叫做頂天大學 對不對 那我們的 這是因為二分法 就是 就是二分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假裝 比如說 我們跟北大啦 跟人大頂起頂坐 什麽等等的 萬一這個二分法 被取消了 我們叫做 只是中國的一個省 那其實接下來的實力的問題 都更麻煩 我們變成人家的一個省 的時候呢 所有的微博書 都會下降一起 我們再也沒辦法跟他們 什麼 好像以小博大 然後對等的跟你 對抗這些事情 所以 這件事其實它有很實際的 這一個背頭就是一樣的戰 正因為對立 所以我們其實 也還可以再思考 透過這樣的對立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空間可以爭取 還可以跟人家 一搏 大概是怎麼樣 好 好 還有沒有新的問題 OK 好 我們開始陸續喔 我來了 我想要就是 講一點我的想法 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葉鳳老師講到說 我們好像 有時候選舉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把所有期望都投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好像他就要理會所有問題 那我就想到說 我之前其實 跟身邊的朋友聊 就是有稍微聊 或是有那種從大陸來台灣交流的朋友 我也有跟他們聊過 如果我發現就是這種 所謂的 你講的 娃娃倫也好 公共也好 其實 我們心裡沒有法治的概念 我們都是用那種人治的概念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你像以前就是 一個帝王 他就是 他就是要解決所有問題 他就是刺個黏捲 然後他要刺個暴具 那你就衰小 就是 沒有那種 想說要透過制度來 解決問題的這種想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問題到現在還在 所以 變成說我們選舉的時候 你說 當初曾經被上台 我們就希望說 他可以解決說 國民黨搞的問題啊 他可以找 正義黨的幹嘛 都解決 可是事實上 我們把所有希望都 他其實 他其實沒有做那麼多 所以 我們就開始就覺得 發生那麼爛 其實他也是有做一些糟糕的事啊 但是 如果比如說 像馬英九上台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情況說 唉唷 那民進黨 你應該要解決 他 結果事實上他也沒解決 然後他可能也幹得很爛 就變成是說 我們都會在 對那個 總統或是誰 我們會給他一個很高很高的期待 那是因為 我們心裡沒有法治的觀念 我們都希望 那種人質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那 那 可能剛剛就是 想要說 這種 或是 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想要說 像 最近那個 前一陣子那個 1985 他們 他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強調說自己就是 不爛 或是 重點 但是 有一次 有請 有請 有人來講 那我就問過他 那他說 其實他們在做的 就是 他們不是所謂的 人家在講去政治話 其實有點在去啦 因為 因為 其實我也蠻認同他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講政治的時候 我們 常常在說 我們就專職藍綠 可是其實 藍綠只是政治的一部分 它不應該代表說政治 所以 有時候我們就簡單把政治想成是 就 藍跟綠的時候 你好像 你不能有其他選擇 所以 變成是說 那我就不喜歡你們兩個嘛 那 你又硬要把我關上其中一個 那 我怎麼只成功先選你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 不單單是他們這些人的問題 有時候是 我們 我們就 就只給你兩個選擇 其實 我們應該有可以有其他選擇 但是我們就只有兩個選擇 而且你投票的時候 你就只能選 兩個選一個 不然 不然你就 那你不要選的話 反正最後他們兩個還是有一個會上 所以 他就吃你事實贏 所以 我覺得 這問題是不是 就是 有時候是因為我們的 那種 制度也好 或是我們的選舉制度也好 或是我們的 我們的政黨制度也好 可能是 我就覺得他可能是因為他 不夠的多元 導致 導致變成是說 有這種標籤 你要 你要撕掉自己標籤的時候 那 方法就是 你的公司又給點點標籤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我這樣講講不太好 我意思是說 當你自認為 你不是 你不屬於他們兩個人 的時候 可是你好像 你沒有辦法挑撥啊 因為 當你一直 自己不是兩個人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說 那你 好像又是在以中心的表情 但是 有的時候我覺得 那是因為我們 我們把政治看得太狹隘了 就是 好像 我們一般人在講的時候 就是裝置兩蜜 這兩個人 所以其實 就那個時候 我聽到 有你他在講說 他們 他們做的不修正的話 其實去感激化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 毛病的方向 謝謝 好 我們收集三個題目 再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的問題就是 有延伸這位同學的 就是 我是想 就是我們台灣的選舉 好像就只有選擇權 但是沒有後委權 就是選了之後 就只能容受 一屆 兩屆 像最近就是 被偷走的五年 我們只能選擇他 就是 這就扯到 1985他們所提倡的 就是 修改選吧法 和勾頭法 然後 我就一直希望就是 像我們買賣東西 我們都可以 發現他不好 我們可以退貨 然後像交男女朋友 如果發現對方不適合 那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封守 但我們在選舉這方面 就沒有這樣的選擇權 然後就是 就是我的想法 謝謝 謝謝 然後後面 喂 呃 因為今天的題目是 包含 藍綠 包括選民跟那個 其中之外 謝謝 喂 那 我自己 我應該說 站在我們自己的觀察 就是說 一部分不清楚 這樣子的分別 或是沒辦法用這樣的 邏輯語言去講的 部分之外 然後 像是像學者 像你們這樣的學者 你去講的部分 我覺得 在資源的產生 也有分別 想辦法分別 就是 統獨 以及現狀 或者是 在掌握資源程度的人當中 他們會有 不一樣 就是有非常明確的分別 比如說我們可能資源比較少 一般的民眾 然後 薪水過生活的人 跟另外一個 他本身資產比較大的 人 天生比較多資產的人 那資產越大的人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或者是 在國際化比較 廣泛的社會之下 他們的想法 就會覺得 國際的 觀念沒有這種 那 延伸出來 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比較 蓬勃的想法 我會說蓬勃是我個人的關鍵 因為我認識到 比較多的 掌握比較多資源的人 他們這個想法是什麼 他們在想的是 為什麼會選擇 獨 為什麼選擇獨 是在於地利之別 那 所以直接一點像 是 台灣的一些比較直接的 國際化師企業 他們會思考的是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代工業 像我碰到一個高層 他就曾經講過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代工業啊 他們當然要想思考的是 台灣能夠被出賣多少東西 他們就可以擁有多少資源 反正他們 我們都會有一個後補 就是 有了這些資產 我們自然就是 任何都可以 到達了 那這樣子的想法的 他們會有一個更直接的 他們有些人也很聰明 包括很多種歷史跟資源 甚至 曾經遇過一個 很多人講說 欸 索羅文王就講過啊 人 一生都是徒勞的 因為你一輩子去為人家付出 你都想說不到 所以你當然要了解 你現在所有付出都要為自己 那他們因為 他們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 國民黨的狀況 為什麼很多人 像之前第三次社會黨出來的時候 明明都學得進去 那為什麼他們後來 他們變 那麼國民黨的人 相當家裡的話就是這樣 那你一號稱自由派的選擇 那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 就像你講 進入一個體制之後 他可能就會 這體制本能是一種影響 不要跟他外遇有規則 他就進來 那我們不能忽視一種規則就是 當 我們 我們除了 政治 跟 國族 土地的資源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像資本資源這樣子的東西 那 我們如果某些傾向 就是資本資源 跟菊花點滴越深 的時候 他們會把 自己所在的 原本的地方 就當作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 可以很良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就是 藍莉土如在他們眼中 就變成說 那是個語言 我遇到一些政治家他們講 他就是非常清楚 他並不是不清楚 反正過他是故意就辭 他是利用標籤化來方式 希望鬼淘 不想去講清楚這個 他們的政治目標 但他們其實在政治 政治利益的計算方面 是非常清楚的 他們其實非常清楚 第十八個都 以及國民黨之前 最後是十八個都 甚至國民黨自己 都不深自己清楚 可是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不論你去講 因為很簡單 因為要必須利用到底 所以 現在講的大部分的 我們現在看的問題 其實是有些 我覺得很多學者都可以講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去講 我剛剛講的這樣的 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 不是一個 真正能夠解決的事情 就是 資源掌握的人 他們掌握比較大的發言權 他們可以操控 這種主要的意思 好 好 三 好 先到其他老師回答三個 完成一下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喂 聽不到 謝謝大家 剛剛三位朋友的這一個 這個分享 我想 沒有錯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剛剛有一個朋友講到就是說 這個 可能是大家不走法治 不走什麼這樣的東西 其實 不僅僅是這樣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期待 某個聖皇選軍出來這件事情 其實是 怠惰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他幫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把我選完 我就沒事了 你就通通都幫我做好 然後你就不去盯他 那我想柳林偉先生他的想法 他的策略是那樣 那也對 因為他是在藍綠之外 但是就是說 他的狀況很容易被人家讀成 哦 原來你是中間那一種 但是很容易被讀成那樣 當然我想他也有他的另外的策略 我相信他的那個意思很清楚 那當然他的策略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走出另外一個路 而這個路 其實大家今天來這裡 就證明了某種事情 就像馬進路者今天說 今天大家在這邊出現的時候 對不對 就展現了那件事情 公民 其實可以有更大的力量 因為剛才 有人會覺得 懷疑說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因為他只有給我們這一個選項 可是沒有 因為他給我們這個選項 你賣你你不買 那 說話 我不買啊 我 我跟大家在告解一件事就是 我到現在沒有手機啊 我可以不買啊 今天殺的難怪幹都找不到人 我可以不買啊 我可以不要啊 我可以拒絕啊 那大家這個拒絕是有 有理由的 有道理的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讓他麻煩 他用這個標籤來搞你 你就讓他很麻煩 這些東西 就是說 他就說你沒有 你這個就落伍了 你沒有 說 怎麼樣 我不要啊 所以其實他給你這個選項 但是你可以不買他 你不買這樣的時候 他就要想辦法 弄其他的選項給你 或者是 那你 當然我這個 這麼拒絕的這麼清楚的 因為有人是用那個 有人是用這個 智慧型手機 有人是用智障型手機 那沒關係 那個還有選擇 那我說我還有不滿的選擇 這種東西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在觀察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是 人的怠惰 所以造成的 那這個地方 我就要回過頭來講 這種怠惰的狀態 會造成什麼 就是其實有一個公民運動 他號稱他自己是公民運動 但我覺得他的公民運動是錯的 叫做紅三豬 因為他當初提出一個主張 什麼主張呢 他說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陳水扁上梁不正 我說拜託 公民是這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礎 所以我們蓋房子 所以他那是有中國特色的就是 因為有帶來中國在建房子的時候 什麼東西 我很累啊 以前看那個古書的時候 都要看到 翻過去 這邊有一邊 什麼什麼廟的上梁文 因為他們是 先做杵石再做這個柱子 然後再上梁 這是他建築的方式 但是那個是他們這個 傳統中國建築的特徵 但是在西方的概念做為一個 他是褚石 慢慢慢慢建起來 從下梁上建起來 這一個東西 他們的建築是這樣的 那其實公民社會才是那個褚石 結果你腦袋在那邊想說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 碧岩 唉呀 這個東西很奇怪 其實雖然 這個剛剛會有點差題 有點開花 就是說 其實剛才這個葉豪老師講到 這個 那個 橢圓溪辦公室裡面發生的事情 其實那時候美國也沒有垮掉 對不對 對 他既不修身又不齊家 但是他兩國家還好好的 所以 不是那個修身齊家 治國名家這樣 因為這個東西是 周代那個封建中法時代的東西 結果他們一直拿著這套東西來講 孫中山很有趣喔 其實有時候不要太 因為這也是標籤 有時候說 阿阿阿孫中山沒他人 沒有沒有 孫山有時候很有趣 他其實他說 我們要四萬萬人都做皇帝 四萬萬人都做皇帝 四萬萬人都做皇帝 所以四萬萬人要幹嘛 四萬萬人都要修身 起家治國名天下 哇 原來不是說四萬萬人做皇帝 就可以把他說 來人家拖出去殺了 不是 他不能這樣幹 不能說來人家拖出去殺了 四萬萬人的皇帝不是這樣的 四萬萬人做皇帝是說 大家都要修身 起家治國名天下 所以 孫中山雖然沒有講說 我們要建立公民社會 其實他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他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說 每個公民 每個國民都要去負擔取他的責任 他有這樣的概念 只是說 因為國民黨故意都不講這一塊 包括他們都不講說 掌家要費工 所以他們隨便塞大火的房子 他都不做的 所以其實我 我想有些東西 我們真的 我其實常常力勸大家 我常常勸告大家 讀三民主義 很怪吧 沒有沒錯 因為真的你如果去讀三民主義 那還真的覺得 這傢伙真的是不愧革命家 雖然他有很多奇奇怪的畫面新聞 那不可能 但是他還真的是個革命家 他的觀念 有很多東西還是很有趣 所以 其實 走出那一套東西 不是說 我賣你藍綠 因為你想到的政治 如果是他們那些政黨在做的 那個東西 當然 好像你只有這些選擇 你有這些選項 可是 政府 是政治 是我們 就是眾人之士 那台灣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的 很多 很多東西 我 今天我們又講 講回我們今天的那個 文案裡面講的假 今年搞到連GMP都不能吃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有很有趣的人 我說 一位死去的林傑良 贏過GMP 一個嘉義行善團 建的橋 用一半錢 不會斷 所以 我們要相信自己這種力量 就是我們有這個能力 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那些標籤 其實就不用畏懼 那 換 換句話說 就是剛才有些朋友在講的說 那我們需要 第二位 朋友說 我們要 我們其實應該收回來 我們要收回那個權力 對啊 其實這就是孫中山他們不講的 孫中山裡面講說 這個像Piston一樣 他用這個比喻說 像跟這個Piston一樣 你把權力放出去要收回來 所以 國民黨都不講 這是他們拿著三民主義在那邊主張的 我們 沒關係 我們就借現在的殼 就是現在三民主義的第一 那個 現在 那個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條叫做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 民之民享是民主共和國 我們就拿著三民主義說 來啊 三民主義第幾頁你告訴我 他就是這樣收Piston 你一定要給我們 否則你違反了憲法第一條 所以我們應該要要求他給我們 這個 因為公民要把力量展現出來 那 當然 所以這個當然很重要 那當然就 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的確啊 其實我覺得 剛剛這個朋友 他其實跟我原本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時候被人家丟標籤或 認知為什麼樣子 其實他們掌握了那個資源跟權力跟 那叫化理權 他比較有資源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對勞資 當然 我今天如果在這邊講話 對不對 跟我在自由時報寫一個 一個 一個投書 那個影響的範圍跟這個 當然我們 我說我們這邊比較好 因為自由時報 他搞不好也跳過那個舞台 那我要講說 我們當然要把它展現出來 就是說我們要 把觀念傳播出去 但是他掌握化理權能 他可以挑選他要的跟他不要的 那同樣的 他們跨國的資本 或這些東西 他還覺得說 沒關係我們是可以賣的 但是回過頭來 如果我們的公民社會 有這樣的力量 我們公民社會有 能夠自己管理自己的本事 跟我們的 因應這整個體系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做為一個代工業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我們的宿命 實際上 我們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我們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 因為現在的 這種個人的工作室的 這種電腦的 這種能力 跟這些東西 其實 我們講知識經濟 當然他們每次都 知識經濟 他一直想到這些經濟 都不想到知識 知識經濟真的是你的知識素養 然後展現在那個經濟的型態裡面 然後他因為有那些無限的創意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那可是他們想到都是錢 所以他們其實就覺得 我們只是代工 我們只是什麼 我們是可以跨越的 而且 有時候正跟反 這件事情也是很好玩的 因為 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以後 覺得他是 全面勝利的時代 可是實際上他面對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反對全球化最大的力量是 他們認為全球化最重要的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能夠串連大家的東西 所以我想 柳林偉先生他們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 實際上我們有很多的機會 而且我們的 這一個現代的這種 形態的這種 這種創造的發明的這些東西 他們不做的 如果我們從民間慢慢來做 實際上是可能 不要以為那個經濟體的東西是 是有問題的 因為 有時候 本來不重要的小的經濟的東西 後來會變成大的東西 現在整個 全世界的資源被剝削成這個樣子 我們如何讓這個環境更 就是說能夠做更多的環保 環境保護的 資源再利用的 這樣的東西 也許你看起來剛開始不起眼 但是將來也許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不見得說 他們這樣跨國的這些東西 現在3C的產品 我就想說我真的是 但是有時候去那個賣場去看 我真的嚇一跳的時候 他現在一台雷射一條雞 三千多塊 噢 我當年那個點擊證九聘的 一千 一萬兩千塊 可是現在的東西 是什麼 什麼東西還貴 胖達人這個東西不能吃 什麼有機不能吃 那現在其實食品最貴 所以我們在這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我們在這些 好像看起來非常悲觀的段牌裡面 我們只要能夠找出那個可能性 憑藉我們所有公民的智慧 然後憑藉我們大家的一直性 就是我們可能的那種一直性 其實反映了某種可能性的多 多元的可能 而這種多元的可能 其實才是創造這些價值的來源 所以我剛也是故意要消息一下這個 葉老師說他這個是壞學生這件事 當然我不是要說大家要做壞學生 那就是我有葉老師的同學 葉老師的課這麼好 請一定要去上 謝謝陳老師他的回答 我也說一點補充 其實公民真的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那我們常常很感慨說台灣轉型正義沒有做好 那我們寄望於政黨來做 但是他又沒有做 有能力的時候 或者可以有道德正當性做的時候都沒有做 那這些實際都已經去過了 那結果後來轉型正義變成藍贏的再搞 然後搞陳水扁這也是很重要的 那可是我們公民的確可以 比如說有一件事情就很特別 我們今天講的都跟語言有關係 那我想我很喜歡的一個語言哲學家 在文言斯坦他說呢 其實一個社會的語言就像一座城市 它有古老的建築也有新的建築 然後它是稱次在一起的同一個脈絡 但是我們可以去區分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舊的 語言可以不斷地被加上新的意義 但是呢我們今天是已經從威權轉到民主國家來 我們對好多的概念都沒有轉型 可是這是我們公民自己可以轉型的 比如說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在櫻木裡面 Servants 胡人 那是胡人的概念 結果我們把它當官員來看 那這也是我們的問題 對不對 該轉型了 然後我們很多事情 可以有一定的力量可以做的 但我們都沒有做 因為如果公民自己沒有起來 然後沒有自覺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即便在民主制度國家 比如說18世紀 18世紀的英國 那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待遇制了 但是呢 魯梭還會笑他說 他們那個國家基本上只有選舉當天是主人 選完之後每一天都是奴役 那我們其實也正在面臨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唯有把公民權要回來 那就是基本上我們才是主人嘛 我們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因為在很多的這種官方的語言裡面 我們太習慣了 甚至那媒體一般的語言裡 我們太習慣了 比如說政府還是叫什麼縣長 比如說什麼劉叉叉紅的還叫什麼彎 對不對 等等的 那他怎麼會叫父母彎呢 對不對 這個我們還太習慣在這種封建體制底下 然後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才有可能要選 就民選總統以為在選舊世主 這樣 那這其實我們公民有的可以做 那隱藏在這背後的其實是有一個 剛剛 剛剛第二個問題有講到的 基本上他有關政治 政治的概念這件事情 還是要虧一下那個孫中山啊 這個傢伙今天是把政治講得完全的太習慣了 他說政治是叫做管理眾人之事 這是什麼的觀念 這是由上對下的觀念 政治就是管理 那政治是誰的事情 就是我們精英在操作的事情 但是政治是這個樣子嗎 我想一般 包括小老百姓像我這樣而言 我也覺得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啊 對不對 政治無所不在很多地方 在這裡也可能有 然後呢 男女世界沒有政治嗎 我們西方沒有政治嗎 學校沒有政治問題嗎 多的咧 但是政治它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對不對 也有留下有公民自主發起的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把這個政治的概念抓回來 我們就放著讓人家以為說 政治就是關於有兩個政黨或者領導人 等等在做的事情 那是我們自己公民不夠負責任的 我們把政治這件事情直接讓步給他們 那也正是中間選民習慣的 那個包裝的方式也就是也就是在這裡 有很多人講的這個中間理性 然後去政治化 那個政治稱骯髒等等 其實這些的做法完完全全都是在 基本上它是非常符合搗手派 然後不思改變或者是傳統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類的語言 所以有時候在講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滿會幫到了當前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在這些事情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後再來剛剛有講到資源的這個問題 我們的確有非常非常嚴重的這種資源的不對性性 兩黨資源是完完全全不對性性的 一千多億跟幾乎募還都很少 然後小的募還的 這裡怎麼打公平的選賬 但是不只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真的要認真的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變成是非常尷尬這個時候 而繞為一個尷尬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讀左派 我們是不是變成要讀馬克思 那也許真是這個樣子 剛剛陳老師說我們可能要 我們面對現在這些政治人物 習慣用的這種遠的操弄 我們可能還要讀三民主義來 三民主義來考國民黨 那同理我們也可能還要多讀一下左派的東西 或真的是左派談的是社會福利 或者是有勞動播出的關係的這類文章 才能夠來對付現在的整個資本主義的計畫 那當然這一邊就是一個很 叫鬼的一些訊息 好 那接下來 好 文桃 文桃讚 文桃讚 文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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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的看法 不堅持某一種形式的獨立 我們是沒辦法 沒辦法走的 簡單說 我們目前面對這個 所謂中國 這個強大的資本 這個資本是夾帶 這個國營企業 你說它不走嗎 看我的意義上也是說 假到這個國營企業 把台灣當成是 我們意義上還是敵人的情形 用經濟的方式 來影響我們 到最終是要發展討論 還發展討論 那 我看這個一集 因為我 我一集有一個疑惑的說 因為我了解在台灣的左統 基本上都是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條件底下 因為這個統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不相信 一個現在有意義的統 是會接受現在的中國的統治 結果我想 你應該認同 那現在最具體的問題就是說 那我們有沒有必要要堅持 保護個形式的經濟的統治 因為如果你相信 保護意義上 相信馬克思的話 很明顯 你那個被子 你那個被子 你就會影響到那個 超級建築 但是幾乎你收到東西 你一定未來會影響 所以 如果是左西統的話 我看目前 一定是 要堅持保護省事的 一種獨立性 不管是 政治上的 或經濟上 特別是經濟上 因為最近 譬如說今天中 也有反復茂的那個說法 那當然 我個人的看法是 不需要重審 直接退我 這當然是非常實際的說法 因為一定要談 還有這邊 最後等一下做什麼 等等 把這個撇開左的 那個脈絡去談 我覺得 也不會看法是這樣的 所以 這邊如果談 統的話 那 就是 因為你不能期待說 未來 我們 中國自己會大亂 然後各場宣告不利 然後另戰一次 我們要重新再考慮共和 這個應該不是統 我們所要想像的一個一個狀況 那 那如果 如果 我們只是期待一個所謂民主中國的 真正的實現之後 我們才統的話 那我們目前到底統要做什麼 統是不是應該要 如果要以左的大前例的話 就應該參與我們一起去主黨這個服務 或者說最少要重新談判 就是很具體的問題 來請教陳老師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沒有唱阿語 但是 真的 真的想要了解 還有 重點一下 剛剛1985 我跟他報告 他們現在也差不多有反服貿 所以他們不是完全實去政治化 這個我要先跟他報告最新的發展 所以 賣個報告 禮拜天如果大家要來 我們就是 現在很好 很法實報 大家一定要去關注 好 謝謝文豪 最清楚的訊息就是 我們 我們星期天可以去參加 哈哈 哈哈 好 來 剛剛就是一直在講到標籤化的問題 那有問題就是說 標籤化它一定是不好的嗎 它有沒有可能是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我的教學經驗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討論某些問題的時候 我一定要站在某種立場 我才敢講出話 或者是說 今天舊標籤 撕下來之後呢 就代表說 舊的問題解決了 貼上一個新的標籤 就代表說 新的問題產生了 因為我最近大概 上公文科 就是上到種族菩薩 然後我的學生們 他就很有趣 他就說 台灣不錯耶 台灣只有藍綠對立耶 就是沒有種族菩薩的問題 因為他就說 因為藍綠對立 只是說挺多打打嘴炮而已嘛 我不會拆來拆去 所以好像也不錯 也就是說以前的標籤 其實讓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的標籤好像叫做 省籍清潔 你是本省人 你是外省人 你可以貼標籤 然後兩個族群對立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比較少聽到 省籍清潔這個詞的 也就是說這個舊標籤好像已經被撕掉了 我們現在貼的新標籤 就是重點是藍的 你是綠的 我會去思考說 你是本省人 你是外省人 這個種族問題好像在台灣比較淡化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標籤化這個事情 它的含義叫是什麼 有些時候可能是好的 有些時候可能是壞的 就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很有趣的就是說 關於立場這件事情 就是有些時候 有些人因為他害怕被貼標籤 所以他們敢講真話 有些時候會說 不要問我政治我不懂 我不是藍的 我不是綠的 我是中立選民 住中立 剛才講真話 那我的學生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 他怕講了 就會被其他同學就貼標籤 說你是藍的 你就是綠的 所以我每次在課堂上第一堂 我一定要上正式之前 我就跟學生講說 沒關係 你大膽的表達出你的意見證明還是綠的 所以學生就問我說 那老師你是藍的還是綠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你要不要跟一號老師一樣 在課堂上正式出軌 學期結束我再告訴你 然後你剛才猜猜看 我是藍的還是綠的 就很好笑 其實我是綠的 因為我上往一學期的課 最後一堂就問學生說 來猜猜看老師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老師你是藍的吧 為什麼 其實我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雖然正式立場是比較偏綠 但是我曾經去幫藍的議員助學過 因為也是Cast by Cast 我跟老師講的一樣 所以有些時候這種高氣化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他真的一定是壞的嗎 有些時候他怎麼可能有一些 好的改變 或者說帶來一些好的影響 這樣子做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謝謝 好 老師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本身沒有 我認為是說 除了藍綠問題之外 統獨問題就代表著 許多層次上的藍綠問題 那我想問的是說 像大企業不管 或者是一些政治家族 比如說廉家 或者是孤家這種大企業 他們今天面臨到的是 統獨對他們來講 都是會有影響的 可是他們籌碼都已經辦好兩件 比如說像廉家 日治時代那樣子 然後到國民黨 竊居台灣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那你們代表說那些大的 資本家或者是政治家族 他們本身統獨問題 對他們影響很大 可是沒有像我們這種小市民一樣 影響得那麼大 那老師是怎麼看待那些多數說 明明對他們影響自身最大 但是他們卻又刻意不顧問自己 以後未來的那些所謂 中立女性客觀學人 好 我們再接一個問題 好 我們再接一個問題 我比較好奇的是 我們是想要聽到所謂之外 是外傻的東西 既然到我的理解 就是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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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立場 在台灣跟所謂的對岸的這個關係 那 基本上 台灣人為什麼一直 被限縮在 中國國民黨的思維上 老美已經很清楚地表達出來說 台灣人對自己尋求獨立的作為 但是有沒有看到 台灣人有真正在作為 要從美國獨立出來 那 藍綠是 中國國民黨 為了維持它的政權 底下所貼了一個標籤 你們一定要在我的 中國國民黨建立的中國以下 從事成功 從事成功 或是尋尋 那 那 這個 這個 台灣人 要在被貼標籤之外 我個人一趟 台灣並沒有 真正在教育台灣人 知足的 行動的力量 所有的一切面領的問題 就好像說 我現在很擔心的 柯P會不會被律所證 因為律對我來講 他已經是被來自討厭 那這樣子的台灣人 在當前 對於自己的補兵的制度 能力跟思維 有沒有真的跳脫出來 如果跳脫出 中國國民黨所建構的 中華民國的體制思維 我想這才是中華人 那 要擺脫現有的恐怖藍綠 還是 當一個 被奴隸 跟被捧制者的身分 還在表示說 我還有選擇 而且 其實 那一種選擇 要是 別人 已經建構好的路 讓你去走 那 台灣人真的沒有辦法 走出一條 由 中華民國統治裡面的 國民黨所建構的路線 如果說 沒有這樣子的思維的話 永遠是在內 永遠是被捧制 所以我想要說的是 本來我冒險的是 我們聽到很多 如何被捧現有的 這種 陷阱也好 還是術服也好 到底 台灣人自己能夠做什麼 自己應該做什麼 鼓勵只有 從中華民國鼓勵出來嗎 還是應該真正做到 我要從 美國 二戰之後的 他所 勝利權 下 獨立出來 好 謝謝 這 這是一個很奇異的問題 如果 陳老師沒辦法告訴我們 有之外的話 今天就不讓他出去 這樣 就不知道我 跑到這一間之外 有四個問題 其實剛剛問到那個問題 我應該說完全同意 因為 我本來剛剛講這個 統一 因為 我先確定這個獨立 這件事 主權獨立這件事 所以經濟上的獨立 或者是政治上獨立的這件事 在某種程度 你要去確保 我想這件事 我完全同意 所以大概 問到那個問題 可能 我就 我就是回答完全同意 的確是這樣的 那當然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標籤畫 有沒有可能是好的 我 這個 因為原本的 所謂的本省人 跟外省人 這個省級問題的這個 標籤 他說好像現在標籤 不見了 但是我聽不太出來 這件事跟標籤是一件 好的還壞的 有關 他只是一個標籤 有用跟沒有 有用了 也就是沒有用了跟 還在用 或者是現在又有新的標籤的問題 不是說標籤畫 標籤畫一直是不太好的 因為他是把我們簡化 把很多問題簡化成為這一個 就是說只有一個框框 然後這個框 必須去套在我們身上 那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說 不是說本省人 外省人這件事情 而已 那包括現在藍綠 這個統合這些標籤都一樣 因為 本省人外省人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這樣 因為外省人 以前的對立的那種狀態裡面 有很多東西也不盡然 有很多東西也不盡然是那樣 因為 認為外省人都是利益 獲得利益 既得利益者 其實沒有 很多外省人 因為當年來到台灣的人是什麼 有很多是被拉回來的 以軍人來講 這些被拉呼的 有的只是去看個電影 或去買個菜 去市場買個菜 就被圍起來 拉到台灣 所以 有些人 印象中間的刻板 就是說 外省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外省人都是怎麼樣的 外省人老病都如何如何 這些東西 本來就不真實 所以我剛剛的之外 中間有一個很強調的是說 其實我們應該依循一些規則 包括一號老師講的邏輯 包括就是 我們制度上應該 依循的那個制度說 定出來的規範 我們應該去遵循的 我們共同去定出那個規範 如果立法權是在我們身上的話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 像孫中山講的 你有創制權 你有那些東西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要去 創造這些規範 然後遵循這些規範 然後我們思考問題的時候 是要有一些規則 就是我們要有邏輯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重視事實的 尊重事實的這些東西 但像外省人就不是他那個標籤貼出來的那個樣子 現在丟掉了的原因 或者現在比較沒有那個樣子使用的原因 恐怕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時代的交替 因為現在幾乎出現不了所謂外省人第三代這個詞 有外省人第二代 但是外省人第三代這個詞 就很難丟出來 因為你也分辨不出來 而且這個東西怎麼算 而且還有 我剛剛講的說 這一個一位中國的朋友來到台灣 問了這一個看起來是藍營的小孩 到最後他說外國 去哪裡 去了大陸是外國 因為不管是外省人或分省人的小孩 到了第三代 到了這一個 現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 其實那一個國家意識基本上是存在的 就是我們 這是我的國家 然後那是你的國家 那個區別是清楚的 甚至不要說台灣的小孩 台灣的學生是這樣 連大部分的學生有時候也是這樣 你是另外一個國家 他其實也知道 其實我覺得他也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標籤化的東西 可能很難說是一個好東西啦 因為這個東西往往就是化約了 簡化了我們太多的東西 而他跟真實是不符合的 那跟真實是不符合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很喜歡的說 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 我就說可能是虛榮 可能是怠惰 可能是這些東西 我們需要這些東西 你需要那個東西 這個標籤 那我丟的更大一點 是不只是藍綠統獨 跟那個 而且也是包括 我今年 三月一日在這裡 我就告訴你 中原院院士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說中原院院士 自己都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一個中原院院士應該要 你覺得你是個院士 你應該是 你的論證 你的那些東西是嚴謹的 然後 證明我是中原院的院士 我有這個水準 他不是他連 直接我們對他的 說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完全相吻合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 他就不符合了 我前幾 我今年的台灣通史的課 我就直接再弄給我的大一的學生看 大學全影像看得出來啊 所以 不真實的東西 那些標籤 中原院 到中原院工作 好像是很偉大的 對不對 那有個某個名校的名稱 那是很偉大的 好像就是很優秀的 很這一個 就證明了你是優秀的 這些東西其實是 有一些虛假在裡面的 如果你覺得 你念某個學校 這個學校真的很優秀 你就證明給我看 就是這樣 就證明給大家看 而不是 拿著那個東西 弄在身上當光榮的樣子 好像我這個東西 就能夠讓我 得到那些 那些 好像很好的 這一個 就是說 就是很好的名聲這樣 但是那個名聲是虛假的 這個東西大家 哇這個 涉及另外一個 也許說華人或中國人也好的 就是 包括整個面子 面子文化的問題 這個面子的東西 其實是虛假的 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裡面 有個很奇怪的東西 這個東西啊 連民進黨一樣 就是這個 這個真的唯一 兩個都一樣 跟民進黨喝酒的時候 他說 不喝 不喝 為什麼不給你面子 就喝不喝都一樣啊 我高興喝就好啦 我這個東西 我高興喝 你為什麼不給你面子 其實他是在幹嘛 他是在缺著 你要不要接受 我的強迫 他其實是在展現權力 那個東西 是在展現權力的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 這一個大官來 他就說你看我很有面子 我的小孩子結婚了 我的大官來了 很有面子 他是在告訴你說 不要惹我 後面我 我是劉正遲啊 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而已嘛 他其實在展現這個 那這是不真實的嘛 所以 實際上文化裡面的不真實 我們也應該去把它改掉 其實我們應該去改掉 好 那剛才 你的問題 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 台灣沒有藍綠問題 沒有什麼藍綠問題 就所謂的 比較偏向統獨問題 那就是說 統獨問題 相對的 對於那些 高射精地位 政治地位的人 影響力 沒有那麼深 像聯家 或者是孤家 對 像我們這種事情 小民影響對象 為什麼多數的事情小民 反而不去重視 藍綠統獨問題 對 OK 那其實那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一般事情小民的 當然我剛剛講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因為怠惰 因為那個 就是說好 這事情要讓你做 就是說你要成為一個 原本就是把事情都交給父母官 來管的這一種人民 其實因為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你很習慣 然後事情都別人做 OK 我們自己不去管他 不去做他這個就很 就是說 這個你應該去 積極介入這個 積極介入這個 公眾事務這件事 因為剛剛 葉豪老師在講說 孫中山去翻譯 翻譯那個政治說 管理重要的事這件事 其實 有時候我同情他一下 我是說 政治他們當年 因為傳統中國沒有這樣的詞 因為沒有這樣的詞 的時候他就必須 給他一個定義 做一個解釋 那做一個解釋的時候 他解釋的不太準確 或不太清楚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去管理 這個整個國家的事務 我們作為公民是有這個 權力 甚至有這個義務 要去做的 因為你不去管他 以後他才會來管你 那你越不去管這一些東西 他們就為所欲為 其實日本 雖然日本自己管得不好 但是日本曾經有人提出 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這其實有時候 我們還不一定 不同的社會運動的狀態 其實是可以帶入的 就是說 日本有一些女性主義者 他們的概念是說 家庭主婦在家裡 因為日本家庭主婦以前是很多的 他就說 在家裡 那你要做什麼事 其實他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全日治市民 因為他的先生在會社工作 然後一天從早忙到晚 然後最後才回家 可是家庭主婦 除了這些家事以外 其實你有不少時間 可以管公眾事務 那現在我們有沒有可能 有啊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網路 還有這個 不只是你在做這些家事之餘 你還要親自去參與 有時候從網路的串聯 跟這些東西 跟監督 事實上像智智月光這種 他們這樣的污染 或這樣的狀況 其實只要我們的家庭主婦 像那個以前中國的街坊的這些 這些老太婆一樣 沒有 我說他們就是會管 這個事情怎麼樣 那我的意思是說 管公眾的事務的時候 你去盯著他們做些什麼事的時候 也許那個公民的力量是可以出來的 所以 連家他們那些啊 他們是一個很奇怪的 他們其實只是 也 他們實質上在幹一件 就是說他們簡便的事情 然後把壓寶壓在兩邊 然後去做這個 去跨這個東西 來賺這樣的東西 賺這樣的一些利益 賺取這樣的利益 但是實際上 那樣的東西 要緩其實也很緩 因為只要局勢一改變 只要壓錯保 那事實上也不見得 最後會 通通都通吃了啦 我想應該是這樣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 脫離這個 以前的這個思維 剛剛說 脫離美國獨立 這當然是一種思考的方式 那沒關係我脫離一下 國民黨的思考也好 中華民國的思考 其實中華民國應該要宣佈什麼東西 我說中華民國應該宣佈說 其實沒有台獨問題 沒有什麼 只有入獨問題 因為我原本中華民國這麼大啊 你們是竊取了我另外一大塊土地 然後自己獨立建國啊 我說思考本來就有很多種 它本來就可以有很多種 只是他們都不幹這件事 其實應該是他們 如果按照他們以前的邏輯理路下來 應該是這樣 就只有入獨啊 那有台獨 我覺得他們沒私意在打台獨好奇怪 因為是 因為他們腦袋的中央政策 應該在中國 所以他們最近才定說 大家都說南京還是中華民國 其實他應該想說不對 是你們 你們竊取了大部分國土 佔領那個國土 然後你們脫離中華民國的獨立 應該是這樣子啊 所以 能夠思考的方式 其實有很多 越脫線 有時候越是創意的來源 我剛剛在講說 那種知識經濟這種東西 有人就只care經濟不care知識 實際上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時候 結合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來創造一些新的可能性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機會的 好 我最近 最近 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做出成績 但是 我最近在跟 我們學校的數學系在合作 某個老師在合作 我們兩位老師在合作 我們要發 發展一些別的東西 那些東西會不會有經濟效益 我不知道 但我不care 因為我care是那個知識的部分 將來他會有經濟效益 那是他另外的事 我們也不拿研究計畫 也不拿什麼 他們好像說拿研究計畫 就一定才會做出什麼成績 那都是 狂狂 事實上那些狂狂 事實上是他們要操控整個體系 包括學術界 就是他在用這種東西 資源分配在操控體系的一個方式而已 事實上真正的知識人 真正的這個功名 真正的這個 是不需要在他們這個體系裡面 我說嘉義行善會做這麼好 不一定要在他的體系裡面做 我們 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我們自己 讓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這個力量 強大的時候 其實 統獨 藍綠 中間選民 騎腳派這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拋掉 因為我們自己 因為現在的連結的方式 像柳林偉先生他們的這些方式 其實是給予我們很多的機會 我們自己也有 如果這些力量都被帶住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管理了自己 好 我們好不容易剛剛陳老師回答到 連假的時候騎場拍才出現嗎 沒有關係 那因為大家也在意了這個之外的問題 我想 因為文宣是我搞出來的 我得負責一下 那個之外的問題其實 剛剛陳老師已經有講了 因為 綜合今天所講內容 其實標籤化就是一個簡化 然後就是讓我們來 用很簡單的二分法來取代邏輯 也讓我們去看這一項 但是 陳老師講的就是 魔鬼藏在細節裡 那個裡面的細節的東西 才是真正的應該要看的 那 有很多標籤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 因為我常常有一個標籤叫 高雄人 雖然這是完全錯誤的標籤 因為我明明就是高雄人 高雄人 高雄人 你們那個 你們還不相信 你們都有這種 簡單的標籤化的想法 太不行了 但是 比如說 台灣也有一群老兵 他們是因為很囚 在日本時代 就是 比如說在日本時代 是 國民黨剛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因為囚 沒有別的事情可以 他們 唯一能夠做的也就是當兵 甚至剛開始被抓進去當兵的時候 後來就被滋留下來 然後留了很久 然後當了很久的兵 然後變成了職業軍人 所以即便是老兵跟職業軍人 也不一定都是外型人 還有一些冷水人 那 這個就是標籤化 標籤化一個危險的地方 那 我爸爸就是這樣子的老兵 那 所以 這個 很難講這個東西 但是呢 這一個 之外我想 我們如果要去思考的話 我們唯一不做的話 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就是要保持這一個 讓事實的重現 會有一個多元的變相 然後我們也盡量有一個多元的聲音 尤其現在 我會講最後一件事情 這一個 反動修持的2.0版本是在於什麼樣的地方呢 剛開始 反動的時候 原本只是一個簡單的進步或保守的概念 那就是 就是變成 你如果不支持改革 然後好像就變成一個反動 然後這種反動 就形式的台灣當然常常出現 比如說就是 罵你沒有禮貌啊 對 然後或者是有一個 或者說 開始提倡宣揚兩獎時代威權體制 然後說那個時候經濟比較好 那個時候怎麼樣 然後民主都是亂等等這些的 那這還算是我們知道的 還蠻習慣的傳統的這種反動修持 但現在有一個新的進來的是 它也完全用進步的語言作為包裝 就是多元的變成一個包裝 包裝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它告訴你說 威權也是一個應該要被聽到的聲音啊 這就很神奇了 對不對 然後甚至呢 這個包裝呢 也非常詭異的 就是把 中國傳統的 包括什麼 三七四切啦 然後子父為婚 都不應該做的事情 都變成叫做 中國傳統美的 叫做一夫一妻啦 比如說 只會這樣子 那 所以 這一些的是 新的 我們正在面對的 正在面對另外一種形式的 這種標籤 然後這些的出現 而且是用一種 非常 剛剛陳老師講的 這一個激進派的語言 來做這樣一個包裝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阻止 政治人物 在斷不斷的 變換標籤 然後其實是用同一個標籤 再變換內容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是 我們就要裝著說 這個標籤的背後 到底指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 唯有我們去認真的對待這個 標籤以內的 這個細節的內容 我們才有辦法再做進一步的 深入對話 那唯一能夠做大概就是 像類似這樣子 就是大家能夠盡量對話的時間 然後保持這個 真相的多元性 那我們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大概總共在這個時候 還可以留下來 還有滿長的時間 就是大家可以來 還可以繼續問陳老師問題 也都歡迎大家留下來 繼續討論 但是因為我們有些 非常限制 所以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非常謝謝大家 很忙 公民很忙 謝謝你們